民主法案基本上沒有香港人關心 支持的議員不要說十隻五隻手指都數得完 香港的政黨和議員都對這件事件 沒有太大的興趣或者關注 但由五年前去到三年前去到今日 其實正正是一班在海外在美國東岸的香港人 他們涉而不捨努力遊說 盡他們的每一分零去付出 才令到我們有今天的成果 才令到我們有今天的網絡 無論是駐華盛頓的戰友 到達是HKDC遊說的組織 其實海外的香港人他們身負海外 但他們就是跟我們守好國際戰線 在國際包圍中共 希望給大家最大掌聲給他們 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同時能夠通過 第二班需要多謝的香港人 就是前線的手足和義士 有人跟我說 等到人權民主法案正式生效之後 先勇武上場 叫勇武休息 事實證明正正是我們香港的青年一代 在理工大學 在中文大學 在這麼多場的大學保衛戰 他們的付出 承擔 犧牲 自治委身 才令到美國政界 在過去兩個星期 對香港的關注急速上升 所以我希望大家和勇不分 國際戰線需要和理非 也都需要勇武手足的支撐 希望大家對勇武手足 又繼續有百分百的信任和肯定 第三班 我覺得需要多謝的朋友 就是在上個星期日 出來投票 令到我們民主派 橫鬆八成半議席的香港人 有報道指出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幕僚選擇 是要求或者遊說特朗普 簽署法案的最後一斤稻草 就是民主派在區議會選舉 橫鬆議席大獲全勝 議席不是一切 但議席比起民調選舉 比起民館調查 是更能反映香港人的民心所向 由區議會選舉的結果開始 無論是Sunny 何韻詩 還是我 我們以後接受外國傳媒訪問 我們終於可以很自豪地 跟國際記者說 We are the majority